终于是作礼,告情传来一波,出世大众。 那么,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,那么有那么一天,这个慧能啊,就开始思考,思考什么呢? 那么,他思考,思考是到我弘法的十节姻缘了,十五年过去了,那么他自己正在想,我弘法的姻缘成熟了,我不可以在这里继续引顿了,所以这个姻缘成熟了。 那么,我想说,我们今天呢,做任何事情,也需要考虑一个十节姻缘的问题。 强领的瓜它不甜呢,我们很多人呢,热心去告诉别人,让别人学习。 可是别人姻缘没成熟呢,你告诉别人,别人不服气。 第一个,他因缘没成熟,第二个,在你的身上,他看不到让他服气的东西。 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反显的,对吧? 那么,于是啊,于是这个慧能啊,就从四慧的深山里走出来,到了哪里? 到了广州,就是我们现在的广州。 那么,正值应中法师,讲涅槃经。 对吧,这个法姓氏的方丈,在讲法。 而可见呢,这个寺庙里,都是要弘法的。 对吧,你不弘法,你叫什么寺庙呢? 对吧,寺庙里烧香是结缘的,是结缘的,红法是渡人的,对吧? 那么,所以呢,就离开四慧,到广州的法姓寺,也就是现在的光孝寺,正好遇到印中法师,在讲涅槃经。 那么,此时,有两位和尚,两位出家人,在辩论一件事情。 因为,寺庙的门口啊,它有风,有帆啊,有很长的帆在那悬挂的,对吧? 那么,风一吹呢,帆就会动。 对吧,两个出家人在那去探讨。 一个说是帆动,是啊,帆在动。 另一个说,风在动,对吧? 那是啊,风不吹,帆怎么能动呢? 所以呢,各执己见,争论不已。 对吧,一个说风动,一个说帆动。 在那长期的在那说,争执不休,对吧? 那么,此时,惠能啊,走上前去,就对他们二人讲,对吧? 不是风动,不是帆动,乃仁者心动,是你们的心在分别着。 所以才有了动的概念。 难道不是吗? 我们认识事物,不是正面的,就是反面的。 不是反面的,就是正面的。 不是好的,就是坏的。 不是这个男的,就是女的。 我们总是在两边,在寻找答案,对吧? 我们希望这个答案,是最正确的。 但是,最终的,惠能告诉我们,是我们的分别心在做过。 难道不是吗? 有人说,你没有分别,它也存在。 它的存在,跟你又有何关呢? 没有关系啊。 可是,你一旦分别了,你就产生了挂耳,产生了你的心灵的局限。 于是,你只能在这个局限中,去轮回。 所以,我想说,风动和翻动的公案,足以让我们引发思考。 应该说是深刻的思考。 我们要从风和翻动走出来。 我们最终的,要改变我们的心。 这应该是最重要的,对吧? 那么,当时听经的那些人,听到惠能一讲,对吧? 都非常的震惊。 因为这个回答是非常的玄妙,非常的微妙。 是啊,既不是风动, 也不是翻动,是我们的心在动。 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衡量佛法, 是唯心的,还是唯物的呢? 对吧? 那么,佛教讲,不是唯心,不是唯物。 那么,我们所说的是缘起论。 既然是缘起的,离不开心,离不开悟。 但是它又不是心,又不是物,它没有实在性, 缘距则生,缘善,则灭,它是变化的。 它没有实在性,请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执着它呢? 没有理由吗? 让过去的,过去吧。 未来的,不用理事抄袭,把握当下,因为当下也会失去。 对吧? 所以说,大家都感觉到很镇静,对吧? 镇静,很惊恐啊。 从来也没有人这样讲过啊。 居然他会这么一个和尚,这么一个人,他说出来,他还不是和尚,对吧? 那么,印宗法师也听到了,于是就请惠能做到上座。 他也被惊呆了。 那这个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? 对吧? 那么,又向他问一些个佛法的奥妙。 对吧? 那么,印宗法师觉得,惠能说的语言虽然很简单,但是理论是特别正确的。 不用文字,直指人心,见性的佛法。 对吧? 那当然是最简单的了。 那么,印宗法师就说, 那行者就是老修行,对吧? 那么,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,你一定不是平常的人。 所以你这个修行的人,绝对不是平常的人。 对吧? 可见,大家对于平常已经怎么样,很疲倦了。 突然间有一个人,能够说出这样语经四句的话来,大家会侧目而视。 那么,我很久就听说,黄梅的衣摩向南传来了,也就是红忍大师的法传到广东来了。 是不是修行人,您呢?是不是您?对吧? 这个慧能啊,就说,哎呀,实在不敢当,就是承认了,但是又很谦虚。 对吧? 就像别人说,说大师啊,对吧? 然后就很多人就沉默了,就是大师了。 哎呀,实在不能成为大师。 只不过是一个泛泛的出家人而已。 对吧? 我觉得谦卑是做人的德行的基础。 也是出家人,做人,做修行人的一个根本。 没有这个根本,大言不忏。 对吧? 或者,就觉得自己了不起,我觉得都是不对的。 对吧? 那么,印宗法师一听说,他就是无主红人的传人,所以就给慧能顶礼。 那么,在此,我要说明一句,他是礼法不是礼的人。 我们今天很多人就会拿唯摩洁居士,训斥出家人,这样的一个公案,来证明说是居士啊,比这个出家人强。 可是,你强吗? 对吧? 在维摩洁里面,那是释迦牟尼佛给印证的,整个的一个维摩洁讲空性。 那么,如果就空而言,没有出居士,也没有出家人,这样的一个概念。 大家,如果你执着了这个概念,那就说明,你不是维摩洁学人。 你是一个门外喊。 不可以,对吧? 断章取义,道听图书。 这个是很可怕的。 对吧? 所以说,印忠给惠能顶礼,不是顶礼这个人,是顶礼他所接的法。 这个大家是必须要清楚的,否则你就会误导别人。 对吧? 那么于是,印忠就请求惠能把五祖所传给他的一波,拿出来给大家看。 看了大家才服气呀,对吧? 你看了才知道,这真的是六种。 如果你不看,那现在的假货又太多,对吧? 到处都说自己成佛了,自己开悟了。 那这个是太多了,拿一东西看吧。 好,拿出来给大家看。 对吧? 那么下面经文,中福问曰,黄美福主,如何指寿? 惠能曰,指寿即无。 唯论见性,不论禅定解脱,中曰,何不论禅定解脱,能曰,唯是二法,不是佛法。 佛法是多二之法,中又问,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? 惠能曰,法师讲《涅槃经》,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 如,高贵德王菩萨,白佛言,犯事重境,做五逆罪,乃及异产体等,当断善根佛性否。 佛言,善根有二,一者常,二者无常。 佛性非常,非无常,四顾不断,名为不二。 一者善,二者不善,佛性非善,非不善,四顾不二。 运之于戒,凡夫,戒二,智者了达,其性无二,无二之性,即是佛性。 那么我们也讲过不二法门,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 只不过六祖他理解的更透彻。 我们仅仅是一个名言上叫不二,我们其实还是二的。 为什么叫二的?我们分别就叫二了。 不分别了,那当然就是不二了,对吧? 这种不分别就是你不执着了,就是不二了。 但我们执着了,对吧? 那么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,印宗法师又问会能。 说五祖在黄梅传一波给您的时候,怎么指点传授你佛法的? 怎么传授给指点你的呢? 对吧? 那么会能就回答说,指寿是没有什么指寿,没有什么传授。 对吧? 那别人就会很误会,那本来就说了很多吗? 说了很多就是因为不多,是因为不让你执着。 说了很多的目的之后,没有,没有一个实在性,对吧? 那么,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告诉我见性而已。 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,本质而已。 比如不思上不思恶,比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 这都是见性而已,对吧? 那么,也不讲禅定解脱这种法,对吧? 就是见性。 当你见性了,你就有禅定,你就会解脱。 对吧? 见性何其重要。 我们今天没有见性。 我们见到的都是假象,我们一执着,就不是坚信。 我们不执着,将不是坚信。 那将就是坚信。 对吧? 现在,摆在我们面前的,既是机遇,也是挑战。 既是轮回,也是解脱。 所以它是不二。 明白的人,马上解脱。 那么胡道的人,当面错过,继续轮回。 那么,应中法师就问他,说为什么不论禅定和解脱的道理呢? 对吧? 那我们现在不都在论禅定,论解脱吗? 为什么不论呢? 对吧? 那么,慧能就说,因为禅定和解脱是两种法。 禅定,解脱。 两种法,陆禅定,然后得解脱。 这是两个法,对吧? 不是佛法。 对吧? 佛法是什么? 佛法不是两种。 只有一种法,所以叫不二法门。 对吧? 那么我们说,生死和解脱,是两种法。 我们认为是两种法。 但是,佛法说,生死,即,对吧? 即,虐排。 烦恼,即,土体。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。 所以,当我们面临生死的时候,你不用恐惧。 当我们面临烦恼的时候,对吧? 你不要逃避。 因为它机会来了。 你只要会转,就可以。 对吧? 过几天,我们有一个佛妻。 佛妻就是要用佛号来转我们的烦恼,来转我们的生死。 那我们今天也在转,用佛法来转我们的观念。 我们顽固的观念。 对吧? 那我们觉得,我们有希望了。 当然我们要珍惜啊。 那你不珍惜,那就是当面错过。 对吧? 那你不珍惜,没有办法。 佛法也成了什么? 成了垃圾。 对吧? 把宝贝当垃圾。 对吧? 那么如果你悟到了,垃圾也是宝贝。 对吧? 所以,要明白这样的不二法门。 不二法门,我们讲过,也讲过金刚经。 其实,不断地讲,就是让你进入不二。 让你回光反照,让你怎么样能够去转悟。 那才是目的。 对吧? 印宗法师,听,会能如此说,佛法是不二法门。 他迷惑啊。 于是他还得问,什么是佛法的不二法门? 对吧? 那得问啊。 我们在座的也不一定有几个能清楚的。 那么也许你在理论上是清楚的,可是你在你的胆悟上,在你的心理上,你未必能做得到位。 所以说,说是很重要的。 六祖贵能就说,法师,您讲《涅槃经》。 如果你能明心见性,就是见佛性,这就是不二法门。 对吧? 那么,如《涅槃经》上,高贵德王菩萨,向佛陀说,四种禁,就是杀身,偷盗,淫欲,亡语。 当然,对于出家人而言,是淫欲,对于在家人而言,是血淫。 四种根本界,如果犯了的话,是不可以忏悔的。 对吧? 但是,但是你听我这讲啊,那么,做五义罪,也就是师父,师母,师阿罗汉,破和合生,除佛神学,也是不可以忏悔的。 即一阐提的,那么,如没有信心,你跟他怎么讲? 跟佛法,绝对无缘,就是不信,这样的人有没有? 有啊,那么,也是不能忏悔的,对吧? 惨题是凡语,死云信不惧,就是没有信心,断善根的人,对吧? 那么,这种犯,四种戒,做五义罪,异产,提等,善根都应该断了吧? 佛性也应该没有了吗? 对吧? 好像是这样,对吧? 我们从小乘的角度来讲,这的确就是这样的,对吧? 杀到遗忘,你都做了。 是父,是母,是阿罗汉,破和合生,除佛神学,你都看了,你没有善根,那么你就不应该有佛性了吧? 对吧? 但是,佛如何回答的呢? 对吧? 这个六祖在引用涅槃经里,高贵德王向佛陀请教的问题,佛陀如何回答高贵德王这个问题,来给我们,来给当时的大众。 一个很好的奇迹,那么我想我们也应该不是旁观点,佛于是就回答,善根有两种,一种是常,一种是无常,对吧? 有人能坚持下去,有人呢,偶尔的能够做一点好事。 善根往往是这样啊,一种是常,一种是无常,但是这个常是对无常而言的,这个无常是对常而言的,是相对的,对吧? 就是二边嘛,对吧? 那么,可是佛性并没有常和无常之分。 因为你执着常和无常都是错误的,佛性是超越常和无常的,我们今天就必须要超越相对的,局限的,我们的分别性,对吧? 男女好坏,你要超越,你不超越,你没有希望,对吧? 所以,佛性是怎么样啊?不断。 所以不断呢?超越无常和常是不断的。 所以是不二法门,那本来是断了,这又不断。 为什么不断呢? 因为它没有固定性,是相对的,对吧? 我在这一段时间里,我可能做了没有佛性的事情,没有善根的事情,可是我可能到了因缘成熟的时候,我也可以改变吗? 对吧?是变的,是动的,佛法如果你不从变化,不从动的概念去欺辱,去侮辱的话,你就没有希望,没有出路。 所以它告诉我们,好像是断了,其实是不断。 因为你只要你不去执着,不去住在那个常和无常上,你就没有断善根,你就没有断佛性,对吧? 这个就是伯尔法门,对吧? 还有七次,五戒,十善,这是善。 大家知道,守五戒的人,守十善的人,这是善。 那么,不守五戒的人,那么当然我们说,是父,是母,是阿罗汉,破合合生,除佛生时,五逆,十恶,生三,口四,一三,对吧? 所做的事,所做的,生,沙盗淫,口,恶口,两舌,其语,亡语,亦,贪成痴,好,五逆,十恶。 这个是什么?是恶。 那么是,我们说了,五戒,十善,十善,五逆,十恶,十恶,大家都知道,哦,原来善和恶,粒粒分明,对吧? 但福性不属于善,也不属于不善,也不属于恶。 对吧? 这个就是,不要善门,那么,你说善,是错的,你说恶,是错的,所以我们现在回不头来,去照应,法律经告诉我们的说,做莫做,重善奉行,它只是工具,只是方便,只是条件。 对吧?自尽其语,才是目的,自尽其语,就是不是善,不是恶。 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最终的目的,应该是这个,但是我们更多的停留在条件上,而没有停留在根本或者是结果上,是我们学佛最大的误区。 对吧?那么,这个是涅槃经讲的,六祖慧能,也用涅槃经的话,那应该是最有权威的,对吧?那不是说,我是祖师,好啊,我说什么都对,不是。 那你必须要,怎么样啊,宣传佛所说的法,对吧?你不说佛所说的法,那你就等于什么呀? 那就是邪志,邪剑,对吧?不是政治政界。 那么,还有,那么,运就是受向行使武运,对吧?那么我们读新经,武运,教戒,武运,戒空,好啊,受向行使武运,对吧?戒就是六根,六成,六十,十八戒,对吧? 那么,从武运,从十八戒,这个两者角度来讲,是二啊,一个是武运,一个是十八戒,这当然是二了,对吧? 那么,凡夫,以为武运和十八戒是两种。 我们大家都是凡夫,首先,你认为你是凡夫,我们就有出路。 如果你认为你是佛菩萨了,那我是讲的,就没有用,对吧?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,哎呀,这个武运啊,和十八戒,都是两种吗?对吧? 那么,有智慧的人,就会通达,武运和十八戒,是不二法门。 我们读新经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了,照性武运皆空,对吧? 武运皆乃至武一世戒,武无名亦无名亦,那武运皆乃至武一世戒,就是十八戒,没有,没有一个实在的十八戒,那好啊,那还是个空。 那么,武运是空,十八戒是空,所以空和空是两个吗?不是,对吧?是不二。 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,你就绝对可以解脱,但我们现在认为是两个,我告诉你,你解脱不了,对吧? 至少你现在不能解脱,你慢慢地去思考吧,慢慢地去回形转移吧,你会有出路,但是不是现在, 不是当下,当然如果你现在就可以完成,不二的话,那你马上就可以,就可以顿武,对吧? 但是你现在做不到,所以这就叫做一斤见血的法门,当机立断的法门,不拖你带血的,不扑扑妈妈的,不弯弯绕的法门,对吧? 这样的话,你一下就会自在,我没有理由不自在,别人骂我也好,欺负我也好,或者是诽谤我也好,怎么也好,我无所畏惧,对吧? 我马上就能够去转化,对吧? 转烦恼为菩提吗?对吧?化腐朽为神奇,你可以这样的,对吧? 当然你说我死活,我就不愿意这样,那我也没有办法,对吧? 那法师怎么可能,对吧?把你捏着你的耳朵,对吧? 让你那样的,或者我把你咬死你,这都不可能的,对吧? 我们只是提醒你,或者建议你,你应当这样去学,可是你非得不这样,谁也没有办法,佛来了,那你没有办法,对吧? 莫说我,佛也没有办法,对吧? 所以博尔的这种啊,博尔的这种自信,就是福性 博尔的这种自信是什么,是空啊,这是福性啊,福性就是空性吗?对吧? 你说我听不懂,那是啊,你要听懂了,你马上就有希望,对吧? 你听不懂,也很正常,慢慢来,对吧? 我听讲! wel Shannon?